今天要去驅鳥 去工作 去上班 我們這邊有四種鳥脈 第一種最嚴重的就是鴿脈 這個是台灣叫做狗鯨 驅鳥的目的是把牠們驅逐 不是把牠們獵殺 所以就是抓到之後 會幫牠們做記號 然後我們趕快去把牠也放 明天要回家囉 吃吧 走吧 我已經滿身汗了 對 不簡單耶 沒有喬喬哥說那麼簡單 對啊 影片開始前 還是想跟看影片的大家說 台灣有開放五種猛禽可以飼養 不過也必須要有合法的來源證明 才可以飼養喔 台灣野生猛禽 不可以飼養 不可以飼養 今天要去驅鳥 去工作 去上班耶 這兩個德國還有一個崇雀營 好 OK OK 出發 要出發去工作了 要去工作 開區差不多一個小時 好 十分鐘的五分鐘 好 好 我曬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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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還有兩隻狗 我這邊 有 四種鳥愛 第一種 最嚴重的就是鴿牌 鴿子 鴿子 它這邊的鴿子跟台灣鴿子又不一樣 它這邊是原生種鴿子 嗯 就是長得很像斑鳥 比賽鴿還要小一點 然後第二種就是拔鴿 拔鴿群 這個很可怕 一來都 整千隻了 哇 它一拉死 一天一拉死 整個都很糟糕 然後 麻雀 斑鳥 還有一種叫做麥雞 麥雞就是國外用黃不准打 你知道嗎 嗯 用黃不准打 然後會閃躲那個 那個 那個是 它盤子寄到它會 它會來打的 嗯 我們現在要去這個 這個高負草 這個高負草 它所有的建材都是從國外的石頭 沒有一顆是泰國的石頭 就義大利的石頭過來 過來蓋 然後義大利的石頭呢 它會有一些鳥啊 會上去站 它會拉死 它那個石頭就會有那個 有那個斑點 所以說鳥不能去站在那個石頭上面拉死 就是建造工廠 然後有一些是那個工廠 就是生產的 汽車製造商啊 一些大廠都會請我們去 就是他們的生產性會有一些鴿子 會繼續然後會拉死 會害他們的產品 其實這個範圍真的很廣 就是可能從民間的一些到一些企業啊 或者是都會有 對 旅館啊民宿啊什麼都有 哦 包括學校 國際學校 也有 欸那小鵝哥其實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就是做驅鳥這種到底怎麼賺錢 因為其實 就是我們這樣子聽下來 不知道它到底有什麼賺頭這樣 在這個國家我算是第一家 我教了很多學生他們出去開分店什麼 我另外說 第一家呢 我接一個工作 假如一個工作的話 像那個汽車製造商 一個月我收的是20到25萬 算月算 算月 然後 我的工人進去就是兩個 一個工人請一萬五 就是 光工資 兩個工人就是三萬 派出 然後再加上 房租錢什麼什麼 算五萬塊好了 我每個月一家工廠 我大概 厚料成本 有二十萬的收入 然後 我最多的時候是接大概十五家 十五家工廠 小厚哥真的不嘗試大公開什麼都講 當初我也是一個月我收五萬而已 然後坐一坐 反正市場需求很大 對市場需求很大 慢慢跳直接 從五萬跳到25萬去了 哇 對五萬那個價錢就沒有了 因為其實幫他們工廠做維護 他們還可以 就是他們反而損失還小非常非常多 沒錯 這不是增加他們的負擔 是維護他們的損失 對 因為他們有一些商品 好他們要出口 他上船了 出船到國外去 但是有檢測到有鳥分 或者鳥子羽毛 他的整艘船的 那個貨品全部都要打 退回來 那個拍銷不少 比我們這個 請一整年還要多 對 所以他們願意花這些錢來請 對 我很好奇 像你們這種是包月的 那這樣子你們一個月要去幾次 好 因為去幾次 第一 我們剛開始會每天去 大概十天 十天就是 猛烈的攻擊那些鳥 就是把他們先 讓他們知道這裡不能來 就是把他們全部擊退了 然後 再變成放一個工人在那邊 每天就維持在那個標準 就像保全公司一樣 但是這個是猛禽的跑拳 你知道嗎 很真正有問題 OK 真正有問題 我們還有一個突擊隊 大概三個人 進去就是把所有的問題給處理掉 對 就回來家裡涼涼就繼續訓練鳥玩 真的不簡單 不要聽小二哥講得這麼輕鬆 真的 中間的細節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這個是技術工 不是每個人都 想要做驅鳥 就來驅鳥 你驅鳥 你今天把鳥放出去了 那鴿子飛跑了 OK 五分鐘他又飛回來 站在影巾旁邊看著 已經根本沒幹嘛 客人會問 你的鳥是不是在跟他們聊天 真的 會掉漆的 不行的 放出去當場就要抓到那種 那種客人說 好棒啊 這個價錢可以嗎 可以 好 工作性就是這樣子 他們這種技術 技術難度門檻非常高 而且加上物種也有差 就是像是泰國這邊 因為像小哥你看講到八哥 像在台灣那幾種營 基本上八哥那些就驅不太了 對不對 基本上台灣能開放確鷹嗎 不行 台灣能開放黃布嘴嗎 不行 台灣能開放美國小紅酒嗎 不行 什麼都不行 怎麼驅啊 就是一個綠色鷹 綠色鷹 那種鳥只能在一個密閉室 這種空間 這種大窗子裡面 在裡面 貓抓老鼠那樣可以 在空曠地 你根本都不用想要驅鳥 你要用一個蒼蠅來驅鳥 可以 本錢貴啊 對不對 台灣寢餘工人最少要三萬五 然後一個蒼蠅 他媽的十幾萬 然後你接一個工作十多萬 滑到來嗎 滑不來 嗯 他要工作很高的 不久我長現在在 進來了 就是他來這邊睡 下蛋 做窩 這一種比較簡單 放得比較好去 對 如果是覓食的話 他一整天都來覓食 這個比較難 度比較高 在驅鳥 那我這個工作呢 過來鑄的鳥 最簡單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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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哇 啊 好 那個 的 哇塞,等一下要跑一下,如果倒啊,不倒 不倒還行啊 不倒還行啊 OK,亮了 他們會把野放掉 這個大家會野放掉,就是把牠們都趕走 這個玩是看不到的 對啊 所以這個是什麼鳥啊 沒有受傷 沒有受傷 是 OK OK 把牠們盪走了啊 好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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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受傷的話一定流血,你手上就沒有血 OK 好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指甲都有修掛 破皮一點一點,破皮也有 不會有致命傷 所以說,很多人的觀念認為是要猛性抓到了 可能會死掉或內傷什麼的 那個是不專業的 我們是專業的 所以說,沒事 獵物也沒事 好 這全部都是球場的地 所以這全部都我們都要 都要尋啊 都要尋的 這就是 我們維護這邊的一些鳥晃 就是 不能把所有的鳥趕走 有一些鳥不需要趕走 需要牠留在這裡 有一些鳥是害鳥 要把牠趕走 所以這個 這個 任務比較難一點 就是還要區分是 好地鳥還是害鳥 對,沒錯 這一隻是松圈 台灣有的松圈 然後這個是日本松圈 日本松圈 對 在驅鳥的話 最棒 速度快 速度快 效果好 尤其是八哥群 德國波音達 要來,要上班了 好開心 對 是動 嘿嘿嘿 鯨鳥會選不同列狗 然後水鳥會比較適合英國的殼口 英國殼口 因為牠很喜歡水 牠可以游泳去幫你把那個 水面上一些鳥趕起來 對,然後 德波的話 牠比較 比較出湧 牠比較勇猛一點 然後牠們都找一些 地面上的或者 躲在草叢裡面的一些鳥 了解 牠們在搜索 牠們會一片一片的找過去 今天是來工作的 我把鞋子刺掉 我把鞋子刺掉 呵呵 好可愛 對 這個我們就用鷹鷹跟蒼蠅來去 喔 就大隻了 對 一隻也可以 好可愛 哇 好 抓到了 然後等一下要幫牠做個記號 再把牠引放 這個是台灣叫做董雞 這個牠會到球場來吃 牠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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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記號 做記號的用力是什麼 就是這隻有被我們抓過 然後就是確定牠會不會再回來這樣 蛆鳥的目的是把牠們驅逐 不是把牠們獵殺 所以 就是抓到之後會幫牠們做記號 然後我們現在去把牠也放 我們現在回家囉 去吧 去吧 進去了 走吧 走 我已經滿身暗了 對 不簡單耶 沒有小歐哥說我這麼簡單 對啊 其實很多都是泥泥啊 腳下去說要參與鞋 這些要用這種綁帶的 對 要不然下去腳一台起來 鞋子在裡面 鞋子就沒了 對啊 我從一隻乾的海豹 變成一隻剛游完泳的海豹 哈哈哈 死掉了 真實 這真的是很特別的一次經驗 實際參與了 才明白這個行業的不容易 其實大家看到影片裡的 也只是工作內容中很小的一部分 僅僅是要培養一隻鷹到 可以勝任這項工作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培養一個能操作的人 更是要花許多時間 除了到庫主那邊做驅鳥 其他的時間 就算下班回來了 也都可以看到工人們在鞠鳥 與鷹堡培養默契熟悉彼此 到了工作場地 要頂著獵日走上好幾個小時的巡視 走的路不是一般的拼路 更多的是雜草重生與泥泞不堪 發現獵物要快速地辨別 是否是要做驅敵的物種 跟著這樣走了一個下午 大家看到我的憨如雨下 小哥他們卻一滴憨都沒有流 更是讓我體會到了 專業的人之所以能說得很輕鬆 做起來好像很簡單 那是因為他們夠專業 他們輕描淡寫的一句話 可能就是十幾年的經驗累積 這一天真的很充實 我喜歡猛禽 不僅是他們外表可愛與帥氣 也喜歡看他們追逐獵物的速度與激情 更喜歡體驗各種不一樣的工作與生活方式 如果你也喜歡猛禽的各種樣貌 喜歡看我們參與更多熊英的文化與生活 記得可以按讚訂閱分享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喔 喜歡寶寶以及對各式各樣的猛禽 有興趣的朋友 更要記得追蹤我們的IG以及粉絲專頁 上面會有我們最日常的樣子 歡迎常來找我們聊天 都會由我跟波牛親自回覆喔 大家下次見啦 大家下次見啦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您在家中